藝人炎雅倫捲入MeToo風暴後 和被害者達成和解 被判緩刑三年 成績是四個月正式付出 他主演鴻海投資的科幻劇 挑染金髮以全新的造型出席活動 談到前段日子工作停擺 曾經有過想要離開的念頭 有點像在坐桑拿 或是坐雲霄飛車 或是懷疑過生命需不需要那麼久 對啊 因為在拍這戲 也會探討這意見 就會覺得是不是在一個很不錯的點 離開也可以 生不帶來 死不帶走 就只能盡量的讓自己開心 在現在的這個狀態 你一樣數碼 他也數碼嗎 喔 你說 算圈外 我覺得 算圈外嗎 一半啦 對 尤其這一局 他陪我經歷滿多 起伏 就是其實他聽到一定很感動 哎呀 對呀 真的 七夕告白 我想不一定 因為他偏木頭 剛好今天是七夕情人節 閻雅倫也認愛 承認有交往三年的對象 表示是他願意承擔受傷風險的 如今付出 也令粉絲十分期待新作品上映